三个营的S300防空导弹 要是利亚防空导弹部队实力大增 但是以色列空军的威胁依旧存在 美国自家F22战斗机横穿伊朗 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南部空域抵达以色列 对俄军S300以及S400进行试探性飞行活动 并且最终认为俄军防空系统无法识别隐形战机 这让以色列方面被感惊喜 美国方面表示将会在近期内向以色列援助更多的F35战斗机 然而正值以色列空军兴奋之际 美国方面再次传来一个让人头疼的消息 据美国国家利益网站10月11报道 9月下旬 美军一架F35B在爱富汗完成了自己的实战首秀 而紧接着美国本土一架F35B则因不明原因坠毁 随后飞行员紧急跳伞逃生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而目前美国国防部针对9月28日本土F35B战斗机坠毁一事得出结论 在初步调查后 美国军方已经下令将所有的F35战斗机全面停飞进行检查 据悉 此次美军F35B战斗机之所以坠毁 既有可能是因为战机内部的油管出现问题 为此相关制造商将会对所有的F35战斗机进行全面检查 油管没有问题的战斗机将会重新执行飞行任务 如果存在问题将会逐一进行替换 美国国防部表示 美国本土F35战斗机的检查工作将会在24到48小时内来票 而至于已经出口的F35战斗机 美国防面目前并没有追出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 那么这就意味着 以色列空军想要使用F35空袭叙利亚的计划将会被再次拖延 叙利亚政府军目前正在加班加点 学习S306防空导弹系统的操作技巧 据悉所有学科将会在12月底彻底完成 但是由于目前形势较为严峻 因此 色列亚军方很有可能将会提前结束学习任务 而此时F35战斗机突发意外 无疑为俄续两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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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